很多人都误解了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允许自己的情绪存在 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它存在 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更不会让它伤害到自己和其他人 因为情绪说白了 只不过是我们大脑产生的警示信号 它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身体安全 心理健康的 比如说我突然变得紧张 可能是有危机我生命的事情要发生了 我需要紧张起来 进入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们人类是需要有情绪的 而我们之所以经常被情绪所左右伤害 往往并不是因为情绪本身 而是我们对情绪背后的事件的错误解读 正常人遇到了身体不舒服 会有紧张情绪 但它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 因为它知道我是安全的 偶尔有点不舒服也很正常 而交易的人却会过度的解读 竟然产生各种奇怪的这种想法 最后脱离了客观事实 掉到了这个思维和情绪的泥潭里边 所以想要拥有稳定的情绪 首先你要有觉知 当你能够区分开情绪只是客人 而你才是真正的主人之后 你就知道我该如何招待他 慢慢的你就会建立一套 正向的思维的链路 这个过程 这个方法 我们就叫它叫正念 每天这么训练自己 你的情绪 你的内核 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谢谢大家